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氣象台 我是顧得頭顧 高福姐 今天有很多的投資朋友 觀眾朋友打電話來 來我們公司來詢問說 高福總 這個行情大漲 今天行情大漲 像昨天開紅盤當天居然不跌 今天又大漲 這個行情是不是轉多頭了 很多人很想要知道 基本上我今天又花一點時間 來告訴大家 我經過了兩三次的空投協議 我會有一些經驗跟大家分享 而是今天的測標這個非常重要 很可能等一下會講這個主題 但是這個格局裡面 到底還是不是空投格局 來 我們直接跟大家來分析說 很多人想知道今天大漲了 是不是行情就此要 開始要往上噴出了 來 仔細看 對啊 今天漲 有很多人說 季線耶 季線好像站上去了 但這個量好像看起來不夠 好 我今天的主題是 下跌之前都是大漲的 這句話請你記住 空投格局的特色就是 下跌之前都是大漲的 你看喔 萬點應該說跌了2800點 去年跌2800點之前是不是曾經大漲過一段 有 就是這個嘛 衝到萬點 那結果呢 大跌 好 那從這個7203反彈上來 是不是也經過一個一波的1500點的大漲 對 後來就往下跌 那這一次也一樣啊 這幾天也是一個大漲 我們說從封關前開始往上漲 那這個格局是什麼格局 我還是跟大家講 它還是一個空投架構 仔細看嘛 年限還是往下 季線還是往下 因為基本上你要很清楚知道 空投市場不會只有這一段 等一下我跟大家談第二個主題喔 而是空投市場不會只有一段 而是阻跌段 早就已經在市場不知不覺中進行 而且啊 空投市場最難避開的 就是這個第二段的一個下跌 那今天很多人想 今天大漲了 是不是要開始買股票呢 其實你不要落入了一些陷阱 來 我還是要透過技術飛行線跟你講 你小心明天的盤勢喔 你小心喔 今天已經大漲了喔 那明天會怎麼樣 來 看好了 這是今天大盤 60分K線的部分 這個地方有過了封關前的高點 農曆年前的高點 但是呢 MAC的指標 咦 卻沒有過這個 這個點的高點 如果明天沒有辦法突破這樣 還是形成背離的話 那你記住喔 這叫指標背離 價過高 指標沒有過高 它代表是指標背離的訊號 如果沒辦法再過去的話 突破這高點的話 突破指標這個位置上面的話 那請記住 反彈即將結束 反彈的滿足點快要到了 快要到了 那我昨天跟大家講說 為什麼在開紅盤當天要往上拉 我跟他講有人貨出不掉嘛 所以要往上拉要幹嘛 要拉高出貨嘛 很多人問我說真的還假的 我給大家看 為什麼有人要拉高出貨 因為有人貨出不掉 在這裡 這是八大關股航庫的狀況 在封關前 在封關前 他不是買了一堆 這束帳圖往上是 八大關股航庫 在1月份買了非常多的部位 好 漲上來的時候 結果你看 他賣只賣一點點 他買也買很多 所以這是個最好證明 他貨出不掉 那你仔細看喔 禮拜二的大漲 他一定賣很多了 我昨天有預告 拉高要出貨 有人拉高要出貨 而且今天 有那個達到目的的一個效果了 今天達到一個目的的效果 這個情況 就跟當時這個位置 是加權指數8871 也就是這個位置上面 你知道是誰賣的嗎 就是他啦 兇手就是他 加權指數8871的時候 八大關股航庫大賣 所以最好證明在這裡 有人錯綠不掉 當然往上拉嘛 但是來到今天 你注意看喔 今天已經達到目標了 所以你注意滿足點快到了 好滿足點快到了 當然我要進入第二個主題 空投市場最難避開的是第二段 很多人認為說第一段 這個跌了1萬點 10014點 跌到了7203 跌了2800點第一段跌完了 他很多人認為跌完了 當然呢 如果你有避開 第一段相對的我們有經歷過 我有提醒大家 在萬點的時候要拉回來 在4月30號告訴你要往下跌了 當時跌了2800點會有一些狀況 會有一些理由 那我也跟大家講 當時我跟大家講說 小心這些利率流動性風險 直徑排擠MV 這個是我當時 看公共有理由 當然我也提醒大家了 外資會怎麼做 外資會測出台灣的電子股 那當時 對果真跌了2800點 跌了2800點 好如果你有經歷過第一段空投特色第一段的話 相對的 有時候空投市場裡面 第二段還是大家 最容易失去戒心 最容易我們講一個 換言之啦 在第二段 7203反彈1500點上來的時候 我告訴大家整倍往下 整倍往下 那來到這裡 通常第二段 如果你第一段 有人說 好加上第一段 如果避開的話 第二段很容易讓人家 跳入那個陷阱 通常 股市的第二段 才是最可怕 才是讓大家會賠大錢的 你不要以為這一段 2800點 很容易讓人家賠錢 其實真正在主跌段 第二段的時候 才是 往往才是投資朋友 市場最慘的一段 因為那一段 會發生融資斷頭 那一段 會發生什麼 法人多殺多 那一段 我們直接用 叫血流成河來形容 那為什麼會跌那一段 我今天要跟大家討論 為什麼會跌那一段 有人說 高普總 你覺得為什麼還會跌第二段 今天往上漲 為什麼你會認為說 還要跌第二段 請聽好了 技術面的部分 本來就是從技術面來講 本來就有第二段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談的是 很多人認為這個地方跌完了 就應該進去買股票 有時候空投市場在比人的意志力 什麼意志力 來 你仔細看 在之前有兩次的空投市場 有一次在2000年 網路泡沫的時候 當時的環境是什麼 Nest的暴跌 Nest跟台灣電子股 很大的關聯性 所以當時一暴跌 對台灣電子產業的景氣 其實是往下衰退了 所以導致台灣的台股崩跌 有沒有 這一段 好 這是上一次 那上一次次帶風暴這一段 應該說七年前的那一段 次帶風暴在這個位置發生之後 很多人認為這段跌完了 結果彈上去之後 還有一個事件叫雷曼倒閉 結果導致了美國景氣往下滑 很多人在這一段跌的 認為說跌完了 看到漲了跌完了 結果這一段我覺得 可能是小受傷而已 很多人是小受傷 真正大受傷是這一段 這一段 那跌一定有它的原因在 就是美國景氣下滑 我們的很多的電子產業 跟美國的品牌 有很大的關聯性 是它的供應鏈 或是消亡美國的市場 好 來 那現在很多人認為跌的這一段 跌完了 跌到7203跌完了 因為空投結束 很多人這樣認為 但我要跟大家講 這幾個事情你要注意了 為什麼我認為海溫 中國的經濟衰退的時候 中國的經濟是一個 13億人口的內需市場 很多的廠牌 很多的電子公司 很多的產品都消往到 中國的內需市場 當然會吃撐全球經濟 但是現在中國的經濟下滑的時候 代表它們的消費力道 也有開始減弱的時候 那全球經濟會怎麼樣 一定會不能置身於外啦 再來第二個 美國的經濟有發生停滯 但是美國經濟自從自貸風暴之後 砸了QD的錢之後 有 它有慢慢的復甦 慢慢的復甦 但是呢 它復甦的力道越來越弱了 為什麼 因為它的機期越來越高了 這兩年它的機期太高了 所以呢 在去年已經開始出現 不太能 沒有辦法再突破的情況 甚至是它已經停滯了 甚至是可能出現衰退的時候 那衰退來 我們中國大陸的經濟 已經出現這個狀況了 那連美國的經濟停滯的時候 好 兩大經濟體 中國跟美國的經濟體 因為那個景氣的衰退或停滯 需求會減弱 那一減弱我們台灣呢 我們台灣很多東西 是消往中國跟美國的 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會是一個 受害的一個環境 再來 這個 最近常常有沒有聽到 一個金融體系 違約的事 的危機啊 怎麼說咧 有幾個事情大家要面對的 因為上一次 是因為雷曼次貸風暴 導致了雷曼的事件 雷曼很多的一個 金融的體系的危機 結果暴跌 那這一次呢 這叫原油的價格 通常原油如果暴跌 通常會造成一些所謂的 金融商品 很多人會拿 很多的金融機構拿錢去投資 這些相關的商品 那可能會造成一些違約的危機 甚至是 我相信在過年期間 大家有聽到一個消息 這個 歐洲最大銀行 德國 德意志銀行 出現問題了 什麼問題 從它的一個叫做什麼 信用違約交換CDS 出現暴漲 也就是說 從這裡來講的話 似乎它有違約的情況 越來越嚴重 因為錢太多了 為什麼會導致它違約 是因為當時 美國砸 一直印鈔票啦 一直印這麼多鈔票 只好這個熱錢 這個錢 只好出口去投資 但一投資 不管是投資了石油 或原物料商品的一個 期貨或金融相關商品的時候 會出現虧損 那一出現虧損 那為什麼 德意志的CDS信用違約交換 會飆漲 是已經預期了 有大事要發生了 它可能會有一些虧損的狀態 所以這個部分 我認為 我們必須 小心應對這樣的事情 所以說 在這個地方 它認為跌完了 但是我認為基本上你注意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台灣的經濟空船倒退 台灣的經濟 其實從GDP來看 早就已經開始出現衰退了 在衰退的時候 不管是政黨輪替 或者是紅潮的侵襲 大陸的崛起 對我們台灣的產業 是一個一大衝擊的情況之下 再加上我們的政黨輪替之後 很多的事情可能會倒退 那也就是說 台灣的經濟在空船的時候 那你覺得 台灣的經濟短期內 會好起來嗎 短期內會好起來嗎 所以我認為 如果你要聽我的看法 我認為你要注意 還有第二段 還有第二段的下跌 而且這個位置你要注意 這有一個缺口 那往往投資朋友 在第二段 很多人可能稍微在這裡有避開 但是往往第二段才是最恐慌的 是因為你看到量來了 看到漲了 卻忽略了空頭是漲是嗎 緩緩跌幾漲 這是不是幾漲 是嘛 這是不是幾漲 是啊 這就是空頭的特色 你只要注意 空頭的特色是什麼 緩跌幾漲 跟多頭不一樣喔 多頭是緩漲 幾跌 那代表它會漲很久 那是多頭的特色 但是現在是不一樣 是形成強烈的對比 漲都是幾漲 擋都是幾漲 跌都緩緩跌 時間慢慢來慢慢來 忽然間來個幾漲 那你要很清楚知道 它是一個空頭的架構 重點啦 還有一個問題 這是外資借券 還在創新高 還在創新高 它借券 為什麼要借券 它在做避險喔 它在做避險喔 避險的原因 就跟這幾個 有很大的關聯性 所以呢 這個行情 我認為還有第二段 但往往呢 你如果意志不堅的人 就像我們 這一段有避開風險的人 那當然第二段 那個高點 第二段的起跌點 我也 我也堅持 空頭市場的時候 短多搶完的時候 勢必要回歸到正軌 正確的軌道就要空頭市場的軌道 你不要以為 跌了2800也跌完了 好有反彈當然進行搶 但你搶完後你要記住 還有第二段 那第二段來的時候 才是最可怕 最恐慌的時候 第二段會有什麼特色 主跌段的特色 經濟衰退市場恐慌拋售 你現在有看到嗎 並沒有 當然呢 後面還有一個叫 末跌段 這個呢 將會是一個超級大買點 但是呢 在這還沒來之前 往往很多人會失去了戒心 就像這幾天 彈起來會失去戒心 但卻忽略了 背後那隻手 他在做的動作是什麼 萬般拉抬就是為了要出貨 相對的 你該怎麼做 我還是要請大家注意 空頭市場 最難 投資朋友最難克服的 就是那個 第二段的下跌 因為第二段的下跌 常常是緩跌擊掌 緩跌擊掌 那你很容易 會讓人家 不知不覺中 跳進去買股票 甚至是套老人不願意賣 當然呢 今天有談 它是你一個套老人的一個機會 但是往往呢 那個動作你做得下去嗎 你有沒有開始調整你的好持股呢 那相對的 要賺錢的人 當然要把握住 第二段 財富重分配的機會 你沒有好好趕緊的調整持股的話 沒有解決你持股問題的話 怎麼應對接下來的第二段空頭格局呢 相對的 如果有持股問題 或者是任何問題 當然呢 一不容辭要幫大家做一個解決 而是你整備好了嘛 你整備好迎接 我講的空頭格局的第二段嘛 那個是人心的障礙 是最難克服的那一段 你需要一個專家 代你解決你手上的持股問題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吹氣疼 請用氣疼無分珠 無分珠 哇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購得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購得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騎貨 騎貨股 騎貨股 雙震照 騎股雙贏 一把照 購得投顧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購得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購得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騎貨股票雙震照 騎股雙贏一把照 購得投顧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生命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不覺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寧靜 Choose your online 額牌氣密窗 出國旅遊難免發生意外 要怎麼準備才好呢 國外醫療費用貴桑桑 出國前最好選購適當的保險 旅瓶險加買附加條款 保障多更多 長期出國或度假打工 要選對保險種類 並注意少奇 外交部駐外管處 可以提供必要的協助 但是沒有辦法幫忙支付 或帶點醫療費用哦 朋友們出國前記得選購合適的保險 讓出國更安心 有備無患哦 李拜二吧 台股談什麼 漲什麼 金融股跟平蓋股 相對的這一陣子來 我在去年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過 就是基本上 我在主疊段的開始的時候 我在10月14號 去年的10月14號告訴你 來 我全力鎖定平蓋股 我相信可成 好 跌下去以後 當然已經跌了45%的時候 當然會盡情反彈嘛 但是呢 這是我上一波的操作 相對現在在反彈的時候 基本上我認為 下一波 會有一些股票輪跌 也就是 也就是一些架構來講的話 你要看得清楚 哪一些股票先跌 當然現在很多人 可能是平蓋股在等解套 但往往呢 我會事先告訴你 10月14號 平蓋股 你要注意了 蘋果熟透的就是摔 當然我前一波做的股票可成之外 這些股票 都跌下去了 我當時做的這些股票 都跌下去之後 如果你平蓋股沒有賣的話 你現在只是在等解套 你當然會等解套說 我是不是希望 看到這幾天漲了 有沒有希望 再等等看 但你要注意 很多股票 可能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的股票開始輪跌了 那輪跌的時候你要注意 應該是這樣講 就像這樣的股票 這叫友達 有漲嗎 有漲嗎 這叫金電 有什麼漲嗎 很多人是套在這樣的股票耶 往往主結段裡面 就很容易讓人家 捨不得賣股票 捨不得出場 捨不得出場 那問題就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像滾雪球般的越來越大 原本問題很小 只是因為你的操作 沒有專業的一個操作的一個方式 就是因為你沒有專業的操作方式 所以就變成套勞 你的套勞問題就越來越嚴重 就像友達就按金電 200萬賠到變100萬 是真的發生了耶 它可以從四幾塊跌到20塊 那不是從200萬變到100萬嗎 友達也一樣啊 是不是 從17跌到了9塊 一樣啊 所以不要忽略了 不要忽略了 財富重分配還在進行 好 上一波 我鎖定的是瓶蓋股 我現在要告訴你了 小心輪跌 小心輪跌 接下來你要注意了 相對的 我現在開始 猴年一開始 我已經開始全面的佈局 新的標的 也就是接下來會跌什麼股票 你知道嗎 瓶蓋股當然會在這裡混 那我覺得有些股票會先跌 我要全力帶我的會員鎖定 當然2016財富重分配 新的一年來 剛開始還是放空策略 我鎖定了哪一些 你看好了 我正在佈一個 應該說這三個月的局 但接下來你會看到一些成果 也就是說 接下來行情會有一些股票先跌 那個跌是你一個機會 相對在去年 我們空的TPK 聯發科或是可乘之後 我接下來全新的標的 所以今年可能 我不覺得標的跟去年會不太一樣 有些股票我認為它會跌得滿快的 來 這叫它的猴子跳水一號 這股票 假突破會增破底 那相對的 這個股票 A B 現在在反彈 還有一個C 它符合什麼 它符合這個 葛蘭碧巴爺的操作理論 多頭走完的時候 並行空頭 A B 反彈找賣點 C A B 有沒有 這裡是不是一個很好的賣點 是吧 這裡是不是一個很好的賣點 是吧 反彈要找賣點 這就是猴子一號 接下來會跌的就是這種類型 還有什麼 我全力鎖定 我現在正在帶我的回應全面鎖定了 猴子跳水二號 之前過了這高點 居然量架背離 結果又可以跌破 那跌平又代表一個意義 如果是真的強 是不可以跌破這一條支撐線往上了 結果跌破了 更糟糕的是這裡 這個點 來我們給大家看 這個長黑棒 跌破了這條均線 那它代表什麼 一樣的 葛蘭碧巴爺跌破的時候 反彈是賣點喔 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位置是一個致命的長黑棒 跌破的時候 站不回去 注意喔 它會跌到這個位置上面喔 它叫做假穿頭會增破底 十二號 這個三號也一模一樣 假穿頭會增破底 同樣的一根長黑棒 跌破了這條中央均線 跟巴爺所講跌破找賣點 反彈就是賣 它有沒有反彈 有 正好一個最佳的空點 我全地鎖定 還有一檔 猴子 跳水 四號 頭肩頂形態 大頭肩形態 現在很難找 居然被我找到 你注意喔 頭肩頂形態至少會跌破這個點 會跌破這個點的話 我認為是你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所以呢 如果你手上有任何持股問題的話 我認為 在這個時間是你一個處置股票 最好最好的一個時機 當然想賺錢的話 我歡迎您 跟上我的腳步 請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笑 購得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旗鼓雙贏一把照 購得投顧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資獲利雙指標 購得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笑 購得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旗鼓雙贏一把照 購得投顧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200 當股市千變萬化 當操盤千頭萬序 當機會千載難逢 昨日啟用一千元 體驗烘天了一個月 就算轟動時掌操牌秘籍 及上課券 千言萬語 這次只要一千元 請撥 022-365-3255 開playmate 今後報喜 慶豐年 第1席 143台全數位有限電視 只要350元 第2席 同時申辦120枚 新世代光纖標網 旗� 火本來獲得 有燈